写入Google试算表 那我们这个试算表 我们这里有一个记录 记录了姓名跟成绩 那请第一栏空下来 第一栏空下来做什么 因为我们的积木会把第一栏 把写入的时间 自动填入在第一栏 所以请你把第一栏空下来 那这个试算表你在共用的时候 请你要把它改成编辑 让可以它的编辑 那你复制的连结 一样过来 到这里贴上你的连结 然后 工作表名称是什么 记录 我们要写的是 这一个工作表的记录的字 那剩下再来就是 我们会用到的 积木是 写入 的值 那这边也有写栏位 二三 一点点点就是 不管你 想要写几个栏位 想要写几个栏位 都让你写 你只要不要说我要 填入的资料是 第一栏是 二 十 第二栏是 A B C C 第三栏是 王大同 第四栏是 一百 一百好了 假设我要写入这么多资料 那我们就把它写进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没有的 资料是没有的 那我们回来这里 执行 我们再过来看 有没有写入 第一栏是写入的时间 二十A B C 王大同一百 他就依序写进去 他会自动帮你加 加一列一直写下去 好 那 要注意的是 你必须是用 豆号 小写的豆号 不可以用全形的豆号 那我们在 记目在运算的时候 我们是把 你输入的值 自动会把你 切开来 然后送到各个 栏位去 这样就可以写入我们的 Google 试算表 那剩下是 你想把什么资料写到 试算表里面去了